各国努力缓解粮食供应之际 霹雳一般农民却收到了土地局的来函 以非法占用政府土地相关的条文 勒令农民搬迁 否则可能被判罚款或是坐牢 但是争议点是 这块土地似乎不属于政府 农民今天承交备忘录给州政府 要求收回成命 部条写着 不要破坏菜园拯救人民粮食危机 霹雳禁打侮辱禁打乡 增级金丁36名农民的诉求清楚明了 事情是这样的 农民在今年5月18号 接获以保土地局 援引1965年国家土地法典第425条文 只是他们两个星期内搬迁 否则罚款是天文数字 还可能进牢房 他说如果有居住在土地的国家 国家的国家就出现 他们可以付500亿 今天率领农民到霹雳州政府大厦 成交备忘录的社会主义党主席 在野古马指出 实际上农民发现这片农耕地 早在2017年2月份 就已经被划分为多个地段 注册在一家发展公司名下 而425条文只可以用在 对付非法占用政府土地的侵占者 他要求周五大臣纳都斯里沙拉尼插手 促请土地局收回成命 并一并彻查土地局是否滥用了条文 所以这个状况是一种状态是一种状态 这种状态是一种状态 这个状态应该是一种状态 如果他们给它免购 如果他给它免购 他给它免购 他认购 就出现 如果他没有不购 这种状态应该是一种状态 都给它免购 然后叫它出现 他们不能去公司 在野古马透露农民接获通知之后 这个月26号曾经在乌鲁禁达州议员的邀请下开会 农民本以为是会建土地局 没想到来的却是发展商的代表 发展商向农民开出每英亩9000令吉的赔偿条件 农民不同意并要求发展商开出要求继续耕种一年的条件 同时帮农民寻找替代土地 而发展商代表说会向高层反应 今天所成交的备忘录 出来要求发展商停止驱赶当地农民 厘清前州大臣纳杜斯里阿莫法伊莎 之前曾经承诺拨递给当地农民的立场 同时促请州政府考虑为农民或发展商 另外寻找替代土地 以保障农民生计和解决国家粮食短缺问题 中彩又辛苦了 热头又晒 水又淋 我们年轻人靓靓做得好像老人家那样 有什么办法 灵水不正就要做 但是我们这么劲力做 没有个保障 没有个地方 我们的穷鬼哪里有来买地方来中彩 所以需要政府来帮我们吗 因为现在全世界就缺少粮食了 我不懂马来西亚为什么还要这样收到土地 现在什么东西都很贵是不是 吃的东西又少了 然后他收了我不懂做什么了 我还有孩子 还有家人 据了解这片农地占地大约200英亩 农作物主要供应给 以保和吉隆坡以带的市场 一些人在这物农超过80年